记者蔡宗宪屏东报道,屏东恒春停飞多年,除了屏县府努力推动国际包机,恒春居民终一豪,徐耿睿日前发起包机救恒机行动,成功号召30名乘客预定7月22日包机,没想到遭航空公司疫风险太高拒绝,徐耿睿等人扬言北上民航局抗议航空公司站住毛坑布拉市, 目前利荣航空每周二四个有来回航班,却一直以侧风过大不飞,终以豪等人号召包机救恒机,航空公司告知最好能包机,70个位置过半即可启航,没想到仍以风险太高拒飞负责协调包机事宜的徐耿睿愤怒表示,国内航空公司航线一向是肥肉包瘦肉方式, 但利荣航空却无吨力风险太高拒飞,31日,周二,表定航班,将号召恒春民众北上,现场购票搭机,凸显利荣航空站住毛坑布拉市的恶劣行径, 实际进入利荣航空定位网页里,无法进行网络购票,尽说明恒春航线长售天候因素影响航机起降,如需定位请假定位服务中心,将有专人为您服务, 现见恒春航线早就不在利荣航空的航班规划内, 钟一豪说,与包机旧恒机团队深入研究后,发现包括华信和远东航空都可以降落, 但恒春机场的册封规定甚至比澎湖还严苛,希望民航局调整恒春国内航班及离到场程序, 把肥肉包瘦肉机会留给愿意飞恒春的航空公司, 至于传言将在月底成型的恒春机场国际包机, 评县福表示,目前包括缅甸及其他国家的包机, 都还在进一步与民航局及航空公司协调,没有有进一步的消息。